酸辣粉成精有多可怕 犹如一根根小吸管般 狠狠扎进男人体内 男人疼得不停惨叫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两米高的壮汗就被稀释殆尽 变成了一滩人形血迹 他们凶残狂暴是血如命 哪怕是几百斤的大胖子 在他们面前也毫无反抗之力 只能举手投降被一口吞掉 如此凶残的粉丝怪到底从何而来 故事还得从昨晚的一场派对说起 两个小伙在海边捡到一颗神秘巨蛋 虽然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啥 但想着万物皆可考 于是就撒上自然扔火里烤了 等到第二天一觉睡醒时 小红发现沙滩上的人全都不见了 只剩下了一堆行李 刚好这是一只海鸥落在了沙滩上 可奇怪的是 海鸥突然被沙子吸住 挣扎一会儿后 被慢慢吸进了沙子里 预感不妙的她 赶紧通知朋友们别碰沙子 可话还没等说完 一个小姐姐就中招了 脚被沙子牢牢吸住 怎么拔都拔不出来 听着女人不停惨叫 好朋友赶紧跳下车帮忙 可谁知刚跑几步就一头摔倒 身体被牢牢吸住动弹不得 人们看得一脸懵逼 直到看见两人被沙子彻底吞噬 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想打电话报警 可昨晚happy时 手机全被收走 装进了后备箱 想开车逃走 大灯开了一整夜 电瓶早就亏电打不着火了 正一筹莫展时 小红来到沙滩边 打算搞清楚沙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她把手慢慢放在沙子上 只见数条粉丝从沙子里钻出 跟着手掌移动了起来 就在这时大胖也酒醒了 发现自己被恶搞塞进了铁桶 他气得破口大骂 疯狂挣扎想要从桶里爬出来 人们赶紧阻止 大喊着沙子里有吃人的怪物 眼看众人这么紧张 大胖也只好稳住不动 小黑表示不久后就会涨潮 只要等到潮水把沙滩淹没 他们就可以平安脱困了 可一连等了好几个小时 潮水也没见长 大胖被晒得头昏脑热 这才暂时稳住了大胖的情绪 然而就在这时 小红发现远处放着一个大蛋壳 回想起昨晚他们探考巨蛋 众人怀疑沙子里的粉丝怪 十有八九就是这个蛋孵化出来的 既然是刚刚孵化 那他的体型也肯定不会太大 说吧小红找来一包香肠 然后扔在了沙滩上 只见香肠瞬间被沙子吞噬 接连又扔了几根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安全的位置 这是粉丝怪攻击不到的边界 然而位置虽然是找到了 可距离太远怎么过去又成了难题 小帅灵机一动有了好办法 他把车后的两块冲浪板扔到沙滩上 然后依次交替着朝前走去 走到一个小桌子前 船板突然开始向后滑动 他赶紧抓住桌子做起了平板支撑 与此同时无数粉丝怪从沙子里钻出 疯狂挠他肚皮上的痒痒肉 好在危急时刻 小帅拼命一跳逃到了木桌上 虽然成功逃脱了 可肚皮还是被粉丝怪划破 并且这些攻击貌似带有剧毒 疼得小帅差点原地去世 好在他挺了过来 搜寻包里的物资时 一根香蕉掉在了地上 他急忙捡起香蕉 令人奇怪的是 粉丝怪居然没发起攻击 他拿着香蕉慢慢移动 移动到火堆时粉丝怪停了下来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纵身一跃跳进了灰烬里 果然粉丝怪没有攻击他 这也就说明粉丝怪怕火 然而还没来得及开心 他的伤口突然恶化 肚子上涨满了水泡 疼得他立马瘫倒在了桌子上 冲浪板被慢慢移走 并且就连车胎也被扎破了 照这么下去 他们也迟早会被粉丝怪干掉 必须得赶快想办法逃走 可眼下除了打电话报警 貌似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金发随即爬上后备箱 在黑妹的辅助下 脚踩保险杠 打算打开后备箱取手机 偏偏这是一辆警车 驶来按了声喇叭 金发被吓了一跳 脚底一划手被后背箱盖夹住 几人急忙挥手求救 警察问他们在搞什么飞机 小红表示沙子里有怪物 让警察千万别下车去呼叫支援 警察一听以为这些人喝酒喝少 立马打开车门下了车 小红急得不停大叫 可谁知警察啥事没有 只因他脚上穿了一双大头皮鞋 他来到小红二人面前 让他们赶紧收拾东西离开 小红极力解释 可警察根本不信 正要掏枪时 他的车要是掉在了地上 男人的手掌被沙子牢牢吸住 怎么拔都拔不出来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男人就被沙子彻底吞噬 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又瞬间破灭了 几人的心里那叫一个绝望 然而警察虽然没了 可通过他的大头皮鞋 小黑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打算用毛巾把脚包裹起来 然后跑出沙滩去找人求援 办法是个好办法 可在收集毛巾时 他一个没站稳摔在了沙滩上 粉丝怪立马出击 迅速钻进了他的身体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小黑就被稀释殆尽 变成了一滩人形血迹 眼看好朋友接连挂掉 小红也不打算坐以待毙了 他拆掉两旁的栏杆 然后纵身一跃跳进车里 把栏杆扑在沙滩后 他们像走平衡幕一样 成功来到了受伤小帅的身边 可轮到金发时 他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脚底一滑掉了下去 几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沙子吞噬 随着金发挂掉 好闺蜜黑妹也坐不住了 他决定采用小黑的方法 用毛巾把脚搏好后 一路狂奔跑到了警车上 大胖也开心地不停欢呼 可还没笑几秒 铁桶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 几条大触手从桶里钻出 哭得正伤心时 触手又开始攻击警车 黑妹一个没站稳 磕到后脑勺晕了过去 一直晕到晚上后 他苏醒了过来 检查一圈后 发现车顶有个救生艇 随即充好气扔了下去 通过救生艇 他们成功把小帅转移到了警车上 可轮到小红上车时 一条巨大的触手突然钻出 上来就是一招横扫千军 小红急忙躲到车顶 并且还在车尾发现了一桶汽油 他赶紧把汽油倒在沙滩上 然后滑着火柴扔了下去 大触手瞬间燃起熊熊大火 挣扎几下后就没了动静 战战兢兢地度过一夜后 第二天一个潜水员发现了他们 眼看潜水员没事 他们也鼓起勇气下了车 好在粉丝怪不在了 他们成功脱险 小帅则伤势过重领和合范 并且更重要的是 粉丝怪没死而是躲进了海里 电影到此结束